哎 前面就是重点吗 怎么一个人也没有 我竟然是第一名你感谢 第一名 萌萌大小萌球 还有最后一个天空对决 是什么挑战 弓箭修修修 这是什么玩法 我还是第一次遇到 可以蓄力用剩极的弓箭攻击敌人 我知道了 这样玩法有点像吃鸡 谁能坚持到最后 谁就获得胜利 那我肯定要做一个吃鸡的蛋仔 哈哈哈 俗饭说得好 不打无准备之仗 所以咱得制定个战术 哎 36G 打过我就跑 零了零了零了 哈哈哈 咱们还是当会福利魔 坐山赚虎道 到时候坐收鱼翁之力 哈哈哈 这边上不太安全 哎呀 这一碗卤肉饭 在身上差了这么多值钱 那门上还被按了两只 哈哈哈 哎都被造型了 还来招惹我 俗话说得好 郡子报仇十年不晚 张张 现在我就去找你 哎 人嘞 罗饭呢 哎 罗饭来了 不是吧 他们三个不会是一伙的吧 炸弹仔 快跑 啊 他把自己给炸杆了 哈哈哈 这是谁干的好事 在我这么漂亮的脑袋上 给我找了一只 还给我搞偷袭 那就得让你们尝尝 啥叫技术 啥叫见无虚发 送送送 哎呀 好像射片了 老玩家蛋仔 那就得让你们远逼我 还有几个人 还有六个蛋仔 那除去我还剩五个 我的天哪 咱得主动出击了 俗话说得好 走别人的路 让别人无路可走 哈哈哈哈 这个盾牌后边是不是藏着一个 走你 呦呼 这碗卤肉饭还在这蹦的呢 气我呢是吧 哎 这怎么还有个小乌云 是别人对他是使用的什么技能吗 嘎了没 还有河蹦乱跳的呢 剩死血死血状态了 现在场上就说我们仨相爱相杀了 这个狂蛋仔剩的血比较多 先打他 哎呦 我怎么还被小乌云给盯上了 这是啥技能啊 看我的血条 瞬间掉了一半 不行 我得把他俩给炸掉 哎 卤肉饭领了盒饭 放心卤肉饭 我一定拿下小乌 为你报仇 嘿嘿嘿嘿嘿嘿 趁着他在边上 赶紧把他弄出去 哎 还想跑 看我送一张机票要不要 哎 不要 我这身上是被插了多少只钱呢 都快上马蜂窝了